食肆阻加的投訴越來越多 大部分地區居民認為露天食肆有特色應該保留 有區議員建議政府加快審批露天食肆牌照以規管取代罰款 元朗這條街日頭很闊落 不過入夜之後就變得很逼 過百張摺桌鋪滿街 有時更加要人車爭路 這些桌是來自旁邊的小店 店外面放的桌 數目是店裡的十倍 同區另一屋苑的樓下情況相約 三間食肆外面的桌子一直沿天橋底延伸過百米 食環署承認元朗是全港五個食肆阻加的黑點之一 廚方去年收到食肆阻加的投訴達到6200宗 較前一年多3成2 大檢控的比率下降 而被勒令停牌的食肆不超過100間 食環署說一直透過突擊巡查 罰款和為例寄分制等等的做法 打擊食肆阻加的問題 但有不願意上鏡的商戶透露 店鋪的開支已經包括阻加的罰款 七後兩次的事情 一至五幾元左右 兩至一萬元左右 一萬元左右 一幾天就要做了幾天生意 據了解食環署政諮詢地區人士 是否有其他規管建議 有區議員認為 可以考慮加快審批露天茶座牌 達致雙贏 不是叫他們沒有生意做 而是因為這個是香港特色 為何不可以將它 畫成一個合法的經營為置 然後再有一個系統去監管他們的錯音 還有衛生等等的問題 食肆阻加的問題擾讓多年 申訴專員公署今年二月主動宣布 要調查食環署的執法情況 公署估計最快要四個月後才會有報告 無線電視記者 呈簡報道